你看我给您念这个内地报纸的评论啊 说嘎纳电影节曾经多次见证华语电影拿大奖的历史时刻 但是过去两年 华语电影无缘金宗吕大奖的争夺 今年也只有楼叶的新片叫浮城迷世 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 这个说选片子没有中国的电影 但是过去三天出现一种现象 说中国女明星大堆出现在这个各类电影节 就是嘎纳电影节的各类活动 红毯上甚至有女星为一些好莱坞大片站台 就是这种评论 但是我也注意到楼叶嘛 这次我倒觉得楼叶拍的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还挺喜欢看 然后呢这回在嘎纳电影节上楼叶有段名言 我让他们打出字幕了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就是电影不是红毯 不是华贵礼服 不是秀场 也不是市场圈钱工具 不是面子工程 电影就是电影 电影是一种态度 把这句话里面的布子全部删掉 这句话就对了 这就是现实了 这就是现实了 但是最后那个电影就是电影 那个就改成布 那个布压缩到一个 放在最后 对 可是我倒真觉得就说像这个我说的我打出他的话 并不是说我同意他的话 我是说我一看这个话呀 就像我跟王小帅他们一些导演聊天一样啊 我就意识到啊 就说龙分九种啊 不是不是龙生九种 就是他他们这种人呢 已经跟电影圈里的另一类人呢 不一样 你也不要说别人 就是说当今世界啊 你们不算同行了 他们完全是两回事了 你知道吧 不是说楼叶不对 但是我觉得楼叶这么说 他们呢 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就是以嘎都什么 不是就今时今日啊 都什么年代了 你知道很多时候 这个作为一个明星 他跟商业 跟时尚 现在的这种结合本身 甚至都超出了他所谓演的电影 这个这是现在的一种文化了 其实我觉得就像 以前台湾八零年代的时候 你比如说杨德昌 侯孝贤 他们跟你记得朱延平吗 啊 这等于是台湾王金嘛 对不对 没错 就不是一个路子 对对对 在香港的话呢 就他们许安华跟王金 也不能说是叫一个路子 但是我觉得 很奇怪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怀念 这么一些年代 电影史上出现过这么一些时候 就是他既是非常卖座的电影 但同时大家也觉得 他果然是艺术 比如说西区考课 嗯 比如说像查理 比如说像这个奥森威尔逊 对不对 哥姆拉 对不对 教父 就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 就等于音乐 我们有时候会怀念一些年代 是凡是流行的 就是好音乐 那就是Beatles的年代 但那年代好像不存在 很奇怪 后来的世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贾纳是很特别的 贾纳是欧洲的三个主要电影节里边 一般认为艺术党是最高的一个 嗯 就是他比柏林的 柏林的 他商业点了 现在 他越来越商业 是吗 但是传统上 我觉得他现在很商业 传统上 至少在我这个以前的概念里边 就是说贾纳是欧洲三个电影节 爱他这个 但与此同时呢 他又是很大的一个商机的 就是刚才你讲的 很多人拿来做广告的 一方面他的电影是 好像是挑战好莱坞主流趣味的 他要培养他小众的一套 评选标准的 但同时呢 Khan这个城市 这个我名字都老是读不好 我们翻成叫Ghana 法文应该怎么读啊 Khan Khan 所以你字写出来 这个跟Ghana都是完全不相 他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 非常商品化的城市 他这边是海 隔着海边上一条大道 然后这边全部是最贵的店 对 LV啊 天赋电压 这一大堆 然后这个影城就在这么豪华的这么一个海边上 你知道他红地毯每年走的这些衣服啊 他另外有一个fashion channel啊 就是讲服装的 要放好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觉得是他是一个艺术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借他拿来做商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二元了 所以你去艺术竞争的人 你就别管那些了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 Khana本来就已经非常商业 你觉得他商业 他从来都是三个银展里面 我觉得是很久以来都已经是比较通俗的那个 尤其这几年是越来越商业化 就不会 我很难想象他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我就不懂 是不是他这个红地毯还出租呢 就等于说跟我的电影没什么关系 蹭家伙来一路人 因为现在的电影 现在的电影工业是个很复杂的全球营销 比如说有一些电影 他真的是跟任何中国影人无关 但他真的很有可能会找中国明星去站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来要打中国市场 他就等于请一个代言人 其实就像咋干这事你知道吧 比如说我去给他写邀风 邀风小房子 跟咋有关系吗 跟我们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人家出书了 我去站站台 就是这个叶子你知道吧 还有这个聚焦点 比方说我就知道这次凤凰投资 那个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 投资1.6亿吧 好像是投资非常大的一部片子 还没完全拍好呢 是不是啊 片花拿到嘎那去放 跟他这个电影界没关系 但是为了借他这个场合 放在在西方全世界的电影商人的眼前 我们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是 所以现在真是 你就眼前的这个世界 我们看不懂 甚至因为你看不懂了 你经常做评论 你很难说是好坏 对错 你下不了这个 要用不同的标准 下不了这个判断 你比方说你说这个宣传 我又觉得我不得不想提提这个谁啊 这个魏德胜 这个赛德克巴莱这个片子 我以为他在中国大陆啊 就会是一部又叫好又叫做的片子 但是呢 这个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 我都觉得如果呼吁有人听我的话 我想呼吁大家去看看赛德克巴莱 因为我在香港看了他的这个上下集 我不说好坏 我认为绝对值得一看 就是而且呢 这个魏德胜也挺感人的 中国好多影院的这个经理啊 都是说说我我们排的当成个公益事业似的 就是说他这么有诚意的拍一个电影 那感觉就是砸锅卖铁拍这么一个电影啊 是吧 我们应该给他上 而且这个电影也有商业片的一切打斗 我看着很过瘾 可是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宣传 宣传的问题 不会宣传 不会广告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麻烦 就等于当年他在影展上的时候 很奇怪 大陆去的影评人都不是很喜欢 理由何在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歧 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那个观念 是结在两个点上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抗日 那么现在忽然他变得复杂了 就多了一个原住民元素台湾原住民 这些人的抗日跟我们的抗日是两个概念 就是说你说他真的是在抵抗日本人吗 但他又不完全是他那个片子处理 拍的好像是他只是执行他们部落千百年来要出巢砍人头 郑林自己勇猛的一个习惯 或者所以说他是捍卫主灵 跟我们的中国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这电影里面还复杂 就是说日本人 我们知道台湾跟日本的纠葛很深 那这电影里面也出现了一些 就是对日本人的那个情义节 他既是你一个仇人 你要仇杀的对象 但同时你跟他又有某种依赖关系呈现在电影里面 你这个讲的就比较深了 我看这个 我就是觉得那家伙这个野人们在山岭上 这个圆脑如飞影的家伙 光这个就挺好看 什么野人 又圆著名 哦 圆圆 圆著名 又黄色又圆著名 香香三言行广告之后见